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12月6日,以色列继续对哈马斯目标进行空袭和地面行动 过去一天,乙军袭击250个哈马斯目标 还在加沙北部与加沙南部与哈马斯爆发大规模战斗 显然哈马斯已经恢复战斗力 乙军还缴获了哈马斯大量的武器弹药 摧毁了多个地道竖井,消灭一批哈马斯分子 截至12月6日,乙军宣布地面行动造成了83名乙军士兵死亡 自10月7日以来,有409名士兵死亡 相比哈马斯损失要小很多 乙军认为哈马斯已经损失至少6000人 24个营中有一半已经被消灭 特别是哈马斯的旅长阿哈迈德 副指挥官拉甲布和其他负责加沙地带北部军事编队 和观察的高级官员都被消灭 据称,战斗期间,哈马斯加沙北部旅高级官员在隧道里聚会 灯光沙发大理石地板和风扇的装修 让人很难想象啊,这是在地道里 乙军还表示,哈马斯加沙的最高领导人 西马尔已经逃到了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 汉马斯领导层的大部分成员也躲藏在了汉尤尼斯 而且10月7日劫持的许多人质也被关押在那里 乙军正在猛攻汉尤尼斯 而西马尔再次号召对以色列人进行类似 10月7日的袭击 哈马斯号称3到5万人 即使被消灭6000人 也还有一大半实力在 也难怪西马尔还这么嚣张 不过,以色列并没有打算和哈马斯打巷战 进地道抓哈马斯 而是直接开始抽取海水 灌入哈马斯地道 从上个月开始,以色列就组装完成了五套大型的水泵 每小时可抽取数千地方米的海水 灌入哈马斯的地道 这对于哈马斯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呀 12月5日 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赫尔齐哈勒维中将表示 以色列计划用海水淹没加沙地带 给哈马斯的地道网络 并称这是一个好主意 哈勒维说啊 我们有多种的方法处理地道 我不会谈论具体的细节 但包括摧毁炸药以及防止哈马斯利用地道 伤害士兵的其他方法 埃及在2015年曾经将海水灌入哈马斯地道 阻止当时哈马斯进入埃及 水淹地道并不是新鲜事情啊 以色列使用大型的水泵抽取海水 淹没哈马斯地道已经开始实施 最新一段视频显示啊 大量海水淹入了哈马斯地道的瞬间 入水量极大 这段视频疑似啊 从哈马斯手中搅和 以色列这是玩真的啊 将大量的海水灌入哈马斯地道 哈马斯要么逃离地道投降 或被消灭 要么被消灭在地道中 这对以色列来说 最省力气啊 损失最小 哈马斯搞阿克萨洪水行动 这次洪水真来了 而且是淹哈马斯 以色列不打巷战 不进地道抓哈马斯 实在是不讲武德 让很多人都失望了啊 特别是哈马斯失望了 报道称 11月中旬左右 以色列军队在沙地难民营以北 约一英里处啊 安装了至少五台抽水泵 每台抽水泵 每小时可抽取数千立方米的海水 预计啊 几周内就能用海水淹没 加沙地带的地下隧道 华尔街日报表示 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啊 以色列是否会在所有人质 被释放之前 使用这些抽水泵 哈马斯此前曾表示 他们把被扣押人员 藏在安全的地方和隧道内 一名美国官员就此事 接受采访时表示 可以理解以色列 试图封闭加沙地带地下隧道的做法 以色列政府也正在探索 以色列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 以色列国防部没有立即回应 置评请求 华尔街日报称啊 以色列国防军一名官员 拒绝对该计划置评 但这名官员表示 以色列国防军正在使用不同的 军事和技术工具 以各种方式摧毁哈马斯的能力 据报道上个月 以色列首次向美国通报了这一计划 引发了双方的讨论 包括执行该计划 对环境的影响和军事表情 一些美国官员对该计划表示担忧 而另一些官员 则支持以色列封闭地下隧道 并且表示美国不一定反对该计划 到目前为止 以色列已经发现了大约800条地下隧道 而且他们承认实际的隧道网络 比目前发现的规模更大 华尔街日报称 考虑采取用海水淹没地下隧道的方案 表明以色列必须在追求其战争目标 和保护平民的巨大国际压力之间取得平衡 目前还不清楚以色列政府距离实施这一计划 还有多远 他们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 报道称 用海水淹没加沙地带的地下隧道 虽然有助于驱逐隧道内的武装分子 但也会污染加沙地带的淡水 供应 并破坏当地的基础设施 人们担心海水会使加沙地带的土壤 严调化 使农作物难以种植 还有人担心呢 储存在隧道中的其他物质也可能渗入土壤 进一步的污染该地取 有前美国官员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 该计划可能会使拜登政府陷入困境 并让以色列政府招致全世界的谴责 但他们承认 这可能是少数可以永久封闭加沙地带地下隧道的方法之一 该隧道系统估计长达300英里 哈马斯在加沙修建了数百公里的地下隧道 宛若迷宫一般 而且这些隧道的出入口多修建在居民区 医院 学校的地下 以色列想要全部的掌握难于登天 事实上 评估这个地下网络的规模非常困难 以色列将其称为加沙地铁网络 虽然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世界闻名 但通过近十年的情报获取 仍然没能摸清楚这些隧道的具体形状 可见哈马斯这个地下公司的保密性规格之高 在2021年的一次以巴军事冲突之后 以色列国防军曾表示 他们借着空袭已摧毁了100多公里的哈马斯隧道 但与此同时 哈马斯声称他们将该隧道延伸了500公里 而且只有5%受到了打击 据信巅峰时期 哈马斯共计拥有2500条地下隧道 完全是另外一个地下王国 2013年以色列居民在家中听到了奇怪的地下声音 报告了军方 以色列国防军发现了一条长1.6公里 深18米的哈马斯隧道 这条隧道从加沙地带一直通到了 以色列的居民社区 哈马斯地下隧道总体上分两种 一种是跨境隧道 可以通过边境渗透到以色列 埃及等邻国 这种隧道比较简陋 基本没有什么加固措施 另一种在加沙内部的隧道 因为哈马斯需要长期使用 因此具备更长的时间 持续存在的能力 不仅进行了全面加固 更是配备电力 照明和铁轨 哈马斯那样人也藏匿在隧道中 里面设有指挥和控制中心 据以色列军事专家分析 哈马斯在近年来 已经完善了隧道建设和独特的战术打法 加沙内部的隧道出入口 多位于居民区 清深寺 学校 医院和其他公共建筑的地层 以便让武装分子逃避追踪 哈马斯一旦进入这些区域 便可以立即混进平民人群 让以色列军 大海捞针一般丢失目标 哈马斯非常善于利用人体盾牌 每次袭击发生 他们便会把平民分布到公共建筑周边 这是迫使以色列多次取消空袭的原因 以色列也曾经尝试过 用无人机和无人驾驶车辆 送进隧道侦查目标 最终也是以失败告终 水攻是个好战法 当年秦军攻打魏国 攻到魏国都城大梁 久攻不架 损伤惨重 于是秦军开取引流 引黄河之水 水以金 粮成 随破粮灭魏国 三国时期官吟 官吟长与曹军相反之战 水燕七军 秦获于尽 大胜曹军 都是著名水攻经典案例 建议以色列国防军多读都三国 水不花钱 就是费电 乙军对哈马斯打击没有难度 最大问题是如何减少平民的损失 毕竟哈马斯躲在平民中 把平民顶在前面 还是让人头疼 乙军已经发现800多个哈马斯地道 摧毁500多个了 大部分地道都隐藏在医院 幼儿园 学校 社区下面 以色列还曝光了加沙 西法医院的地道 甚至还曝光联合国下属的 近东救济处工作人员 是哈马斯分子 一些火箭弹的藏在近东救济处的仓库 甚至哈马斯分子用联合国工具箱 装哈马斯的弹药 一些人质还被联合国人员看管 联合国妇女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甚至在10月7日 袭击事件发生两个月后 才不情愿的谴责 针对以色列妇女的暴力事件 联合国部分组织 国际红十字会 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中 表现的双标确实令人难以理解 以色列消灭哈马斯最大的不是军事问题 而是舆论和哈马斯背后的各方势力阻挠 以色列方面表示 再次释放人质可能需要长达一个月的激烈战斗 只有对哈马斯施加足够的军事压力 才能在停战和释放人质之间 打开新的窗口 对以色列来说 消灭哈马斯 摧毁哈马斯背后的历练 解散打着人道主义发财的国际组织 才能迎来中东的彻底和平 解散打着人道主义发财的